特朗普计划后天去监狱报道 同意交20万美元保释金后审 美商务部长雷蒙多月底访华 或与中国官员探讨潜在合作 特朗普极端经济政策漏锋芒 拟对所有进口商品争10%关税 特朗普19人帮干预左州选举案 两被告已向富尔顿县监狱自首 亚裔选票成为决胜关键 两党争相砸钱争取支持 开学首日校车遇险侧翻 俄亥俄裔学区亦死23伤 洛杉矶医院半夜停电 消防员协助摸黑大转移 8月21日晚些时候 有消息说 特朗普计划8月24日前往 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监狱投案自首 而且同意缴纳20万美元的保释金 法庭文件披露 特朗普的律师当天与 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地区警察官 威利斯会面后 同意缴纳20万美元保释金 特朗普保释文件由本案法官 麦卡菲 富尔顿县地区警察官威利斯 和特朗普法律团队成员共同签署 根据保释协议 特朗普将向富尔顿县法院支付8万美元的保释金 以获得第一条罪状的保释 该罪状指控特朗普违反了佐治亚州的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 特朗普还需要为起诉书中其余12项罪名 每项额外交纳1万美元的保释金 其中包括刑事教唆 刑事共谋 提交虚假文件 做出虚假陈述等 8月14日 特朗普及其18个盟友 因涉嫌推翻佐治亚州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被该州富尔顿县检方提出了刑事起诉 这是特朗普第4次遭到刑事指控 起诉书是在威利斯经过长达两年的调查后公布的 其中包括针对特朗普的13项指控 以及针对其18个盟友的指控 威利斯说 他们都试图推翻 佐治亚州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犯罪集团的一部分 按照保释协议 特朗普被禁止在等待审判期间 恐吓该案的任何共同被告或证人 协议明确规定 被告不得采取任何行为 恐吓本案共同被告或证人 或以其他方式妨碍司法 8月22日 联邦商务部宣布 应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邀请 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8月27日至30日访华 商务部发表声明说 雷蒙多部长期待对有关美中商业关系 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以及潜在的合作领域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据透露 雷蒙多将于8月27日至30日访问北京和上海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作为负责促进美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内阁官员 雷蒙多可能试图扩大一些商业关系 越界雷蒙多访华期间与中国官员的会谈 将涉及他所在部门监管的技术限制 那些限制禁止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公司 与中国分享其最先进的技术 那些限制遭到了中国强烈反对 目前 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拜登政府对华贸易限制是两国首要的分歧所在 拜登政府宣称 他实施那些限制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而北京认为其目的是阻碍中国经济崛起 就在这个月 拜登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限制美国在中国敏感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投资 此举被北京抨击为反全球化 8月22日 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 前总统特朗普正在制定一项以贸易为核心的经济计划 试图对几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普遍基本关税 经济学家担忧 特朗普这种做法将掀起一场全球贸易战 据报道 8月16日晚上 特朗普召集高级经济顾问 到新泽西州他的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讨论未来执政的经济计划 以及如何在经济问题上攻击总统拜登 与会者包括前白宫高级官员库德洛 外部顾问摩尔和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等 据三个了解那次会议的人士透露 与会者讨论了特朗普的一项计划 对几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普遍基准关税 特朗普把这个讲法描述为围绕美国经济化圈 其助手称 这可能成为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核心纲领 知情人士说 几个月来 特朗普的顾问一直讨论 要把关税税率设置在什么水平 现在仍有一些重大问题未解决 8月17日 特朗普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上公开呼吁 应该对所有国家的输美商品自动设定10%的关税 专家们警告 这样做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中的消费品价格上涨 并引发全球贸易战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两党经济学家都认为 特朗普的关税提议极其危险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痛批该想法疯狂 可怕 他指出 虽然10%的关税旨在提振国内制造业 但是那样会伤害成千上万依赖进口的美国公司 同时也会危害依赖外国出口市场的美国公司 目前 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略高于3% 如果实施新关税 你将剥夺美国家庭的大量选择 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昂贵 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 就连特朗普的前经济官员也对该想法加大批评 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内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 温福瑞说 这种范围和规模的关税 将对他本打算帮助的民众征收巨额税 在联储会限制通胀面临困境之际 他将以价格上涨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2016年 特朗普竞选总统时 打破两党政策共识 要求美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 和其他民粹主义政策对抗中国崛起 他就任总统后 利用单边权力对一系列外国产品征收关税 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洗衣机 钢铁和铝 2018年 特朗普不断加码 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导致北京对美国农业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使美国农民损失惨重 特朗普还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 后在2019年与他们签署了新定的贸易协议 特朗普的鲁莽做法备受争议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特朗普损害了美国经济 阻碍了企业投资 不可思议的是 特朗普对中国设置的大多数贸易壁垒 都被拜登政府保留了下来 8月22日 在干预佐治亚州2020年总统选举案中 与特朗普一同被起诉的霍尔 已经到亚特兰大一所监狱自首 霍尔是本案19名被告之一 也是本案第一个自首的犯罪嫌疑人 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囚犯记录数据库显示 8月22日早上 霍尔已在富尔顿县监狱 登记在册 被列为在押人员 状态为拘留 他是佐治亚州的一名保释担保人 也是被指控在咖啡县 密谋选举舞弊的人之一 8月14日 在富尔顿县检方公布的起诉书中 霍尔被扣7项罪名 包括违反佐治亚州敲诈勒索法 串谋选举舞弊 串谋重罪和串谋诈骗州政府 8月22日到富尔顿县监狱自首的被告 还有曾在多州 推动假冒选举人计划的律师 伊士曼 他面临9项控罪 包括敲诈勒索 串谋伪造和提交虚假文件罪 伊士曼发表声明称 富尔顿县检方的起诉针对的是 代表客户热心辩护的律师 他的法律团队将大力质疑 每一项控罪 伊士曼当天在监狱外面 回答记者提问时仍然宣称 2020年的总统选举 绝对毋庸置疑被盗取了 富尔顿县检方要求 特朗普及其犯罪集团的被告 必须在8月25日之前 到富尔顿县投案自首 检方的起诉书称 特朗普和其他被告 拒绝接受特朗普2020年选败的事实 故意参与了非法改变选举的结果 使之有利于特朗普的阴谋 8月22日 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 亚裔已经成为2024年大选中 两党优先争取的投票群体 在2020年大选中 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大幅上升 令许多政客观察家感到惊讶 这对拜登最后当选至关重要 在2020年大选中的摇摆州佐治亚 亚裔选民的投票率 比2016年大选猛增了84% 2020年佐治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 沃诺克在竞争一场激烈的竞选中 用普通话韩语和越南语制作广告 来动员亚裔选民投他的票 他在最后的选举中获得了78%的选票 赢得了选举 随着2024年大选临近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都宣称 他们正在投入前所未有的资源 以吸引亚裔选票 这个曾经被忽视的族裔 已经超越西语裔 成为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 联邦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2016年至2020年 亚裔选民的投票率从49% 跃升到了59% 是所有族裔群体中增幅最大的 事实证明 亚裔投票率提高 在佐治亚 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等摇摆州至关重要 在上届总统选举中 这些州的亚裔选民帮助拜登赢得了选举 在过去两次总统选举中 胜负都是由不到10万张选票决定的 这表明 2400万亚裔 可能成为未来几年选举的一股重要力量 民主党政治数据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 伯尼尔指出 2016年至2020年间 亚裔社区投票率上升 是拜登获胜的主要原因 上一次人们很惊讶 这次我们不会再感到惊讶 我们会不断强调 亚裔选民是一个重要的投票群体 并且在竞选活动中 会更公开的争取他们的支持 据估计 在2022年 参议员竞选异常激烈的内华达州 亚裔占选民的10% 投票结束后 根据对5000多名 亚裔选民进行的多语言出口民意调查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人 26%的人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人 最终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马斯托 以0.8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连任 其优势还不到8000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称 他正在加大投资 吸引亚裔选民 以帮助拜登在2024年赢得连任 该委员会透露 他已经在印刷和数字媒体广告上 花费了6位数 以争取亚裔选民 其中一部分广告是纪念5月份的亚裔遗产月 8月22日开学第一天 俄亥俄州一辆校车发生车祸 导致一名学生丧生 23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俄亥俄州高速公路巡逻队披露 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天早上8点15分左右 地点在该周41号中继公路上 事发时 包括司机在内 该校车上共有53人 一名学生当场死亡 受伤者被送到医院 据介绍 一辆校东行驶的本田奥德赛货车 越过中线 撞上了向西行驶的西北地方学区的校车 根据初步调查 校车躲闪不及 冲出公路 翻倒在了路牙上 该学区网站介绍说 当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尽管发生了事故 课程仍会在正常时间结束 8月21日深夜 洛杉矶怀特纪念医院部分停电 紧急救援人员在黑暗中协助数百人撤离 包括多名正在使用呼吸机的危重患者 据报道 当天晚上11点刚过 这下医院的专科护理中心报告停电 洛杉矶消防局局长韦雷特透露 这栋塔楼设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产科 妇科和康妇科 消防局的新闻稿说 共有241名患者受到停电影响 其中30名危重患者被救货车送往附近医院 其余211人被转移到另一栋有电的大楼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